非常昂贵的网红月饼 本地超市里的平价月饼 比较一下他们是否有那么大的差别 名字就不用说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正是这个包装带了 我买到手势打完税 正好100块加币 盒人民币大概500多块钱 里面有8块 只有360克 这个盒子非常的漂亮 做工非常的精致 它这个包装每年都很类似 但是细节上还是有不同 这里有年份2019年的 然后这个是今年的2021年的 还有一层 这也太小了吧 这么小一个 看一下它多小 打开 这也太小了点吧 100块钱买8个 也就是13块钱左右一个 这一个就要65块钱人民币 真的是蛮贵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本地超市食品部大妈做的月饼 6块钱两个 这换成人民币也要15、6块钱一个呢 加拿大这个物价 它是方形的 比刚才那个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平价月饼的口味是 蛋黄白莲蓉 这个网红月饼 它的名字叫做 流星奶黄 听起来稍微屌一点 哇 这个一切开就是一股很浓厚的 我脑海中 记忆里那个月饼的味道 看起来很顺滑 很绵密的那种感觉 这一让我觉得有点讶异的 就是这个蛋黄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一点 现在来切这个贵的 65块钱人民币一颗的月饼 哇 这个切上去明显感觉就松了好多 哇 它这个蛋是可以流的 真的是流星的 这两颗月饼切开摆在一起 一比较便宜的月饼 就有点香型见错了 好像这么乍一看 这个流星月饼 有点像那个 凤梨酥的感觉 先从这个瓶架的这个开始 其实它这个皮还蛮好吃的 略微的一点点焦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并不是很甜 这个白莲蓉它做的很绵密 吃起来的口感就会很顺滑 只是这个蛋黄 看起来好像会稍微硬一点 有一点点干 现在要来品尝这个流星奶黄月饼 哇 看一下这个刀 上面很明显的附着了这个 蛋黄的油 其实应该就是蛋黄 因为它整个蛋黄都在流动的 哇 桌上都别弄到了 哇 真的看起来好像粪梨素 哇 哇 哇 大家看 哇 真的会流动的 很浓厚的那个咸淡的香味 口感真的很像分离说 就是比月饼要再酥一点 绵一点 你甚至不需要咬 真的可以入口即化 只要你上下额那么一鸣 基本上它就会散开 莲蓉的味道不强 但是会有很浓厚的奶的香味 哇还在聊大家看 吃了这半块月饼 我现在刀上 桌子上 手上都沾满了那个蛋黄 因为它真的是在流动的 我觉得除了这个流动的蛋黄以外 它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它这个表皮 特别的松懒 而且很浓厚的那个奶香 这个的确是好吃很多 哇 哇 传说中的 入口即化 从性价比上来讲 这个本地超市里卖的三块钱的月饼 其实它蛮不错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吃的月饼 那个流星月饼 它100块8个真的是有点太贵了 总的来说这两款月饼都还蛮好吃 我个人都蛮喜欢的 今天两款月饼的试试就到这里了 也提前祝愿所有看我节目没看我节目 点了赞没点单的朋友都可以花好月圆 合家欢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